第三題 柏連發現在相同的情況下 使用一個彈簧可以擺盪出不同的波形 如下圖左與下圖中所示 若他將彈簧的波形由中圖轉變為右圖 則波的性質變化下列何者正確 圖中每一個的邊長都相同 那我們從中圖變成右圖的時候 為我們性質如何改變 因為它是同一個彈簧 我們知道波數值跟介質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跟波園的正幅及頻率無關 因為它是同一條繩子 所以它波數是會一樣的 那至於頻率會如何變化呢 那我們可以思考 這個地方總會是叫第一個 左圖是有6赫兹 然後變成這邊是3赫兹 這裡有1、2、3、3格 這邊變成1.5格 所以是一半 所以6赫兹變成一半就是3赫兹 那麼現在這裡有1、2、3、3格 而這裡只有1格 所以就會變成1分之1 6的1分之1就是2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應該會變成2赫兹 所以第三題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A 它的波數是不變的 而頻率改為2赫兹 你應該會改為2色照片 損一1、2、3、3、4、5、4、5、8、6、5、5、7、6、6、8、8、6、6、9、6、8、7、7、7、8、8、6、8、7、7、7、8… 谢谢观看